第681章刀剑之争 在这一瞬间 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李牧的目光 瞬着目光看去 就都激动了起来 是剑神王延一 正位也来了 就是群中 一片喧哗 人声鼎沸 没想到李一刀出关 竟然连正位也惊动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 王延一这个名字 实在是太炙热了 犹如一轮大日照耀天穷 以一个岌岌无名之辈的身份 可以说是从草根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排名进入前20的超级天骄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之中的偶像 璀璨夺目 这个词形容王延一 和他手中的剑 一点都不过分 之前 曾有人假设 将王延一和李一刀联系起来 在先往论坛上 翻覆讨论 到底是无敌的双剑厉害 还是魔性的一刀厉害 曾有无数修士 为这个假设争论不休 但是后来 随着李一刀的闭关 以及王延一强势杀进百大 新区排行榜前20 这个假设再也没有人讨论了 因为一个太强 一个跌落 如果是前500是一个坎 前100是一座大山 那前20则是一道天欠 很多修士都认为 就算是李一刀不闭关 随着王延一进入排名前20 这种争论也已经变得没有丝毫的意义 因为前20和其他天骄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李一刀的刀或许魔性 但要击败排名前20的巅峰天骄 那是绝对没有什么可能性的 何况那时候传言纷纷 李一刀为了提升排名 强行付出寿源本源的代价 已经升级而衰 但是现在 李一刀强势付出 击败古天宇的那一刀 惊艳无双 这让一些修士隐约感觉到 似乎之前沸沸扬扬的刀剑之争 又要回来了 如果剑神王延一 对上刀神李一刀 谁胜谁负 李一刀的刀 太魔性了 看不明白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 尤其是看到 从来高冷的剑神王延一 竟然出现在了21号诸仙台周围 这是来观看李一刀的战斗的吗 罕见啊 王延一可从来没有特意来看过 其他天交的战斗啊 这说明 剑神王延一是觉得 李一刀足够成为自己的对手吗 八卦之火 雄雄燃烧 李牧很快就收回眼神 虽然感觉到这位剑神王延一的眼神 似曾相识 但是对方的面容和气息 却极度陌生 以前从未见过 如果对方要上台一战 李牧不会有丝毫的畏惧 在此之前 还是把那些挑战书 先处理了吧 下一个 李牧看向诸仙台下 一成东方漂亮回过神来 一张胖乎乎的脸 笑得像是争透了的大者包子一样 内心里是狂喜的 原本以为是一笔已经赔了的投资 现在竟然要翻倍暴涨了 他从大箱子里抽出一个挑战帖 然后点出了名字 诸仙台下 一个年轻天骄战战兢兢 犹豫了许久 最终摇头 道 我不打了 不打了 认输了 又一个认输的 杨慈郎顿时大喜 终于又有人认输了 自己不孤单 没有死 黑暗的密室里 一个全身都融入到了阴影之中模糊存在 缓缓的睁开眼睛 像是黑暗之中浮现出了两轮雪日一样 与其之中 带着愤怒 之前不是说他死了 不死也重伤吗 这个人影 非常愤怒 站在门口的长袍文是修者 头也不敢抬 道 我们请的是魔蛇冤毒女堂的杀手 从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 不应该错 但可能是哪里出现了纰漏 哼 废物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黑暗中的人影 语气中蕴含着令人颤厉的血腥之气 公子 再给我一次机会 长袍文是修者瑟瑟发抖 但黑暗之中 那血色双眸中 血液一般的阴晕流转出来 直接将长袍文是修者包裹 这个边境巅峰的修饰 瞬间身躯就僵硬了起来 他脸上浮现出惊恐之色 全身血水从肌肤毛孔之中不受控制地沁出来 朝着黑暗之中那双血色毛子飘浮过去 被吸收 而身躯则像是风干了的橘子皮一样 快速地干瘪下去 最终化作一具干尸 倒下去 摔在地面上 碰得成为了一团雾状干粉飘散 一尊兵竞强者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 再去想办法 找机会铲除李易刀 还有名单上的其他人 不要给我留下首尾 明白吗 三号 如果出了问题 你自己也别回来见我了 暗处的人影开口 吸收了长袍文是修者全身的精血之后 他的气息 有所增长 但却不太稳定 缓缓地闭上双眼 像是雪蛇一样 慢慢地冬眠潜伏下去 遵命 公子 门口一团黑色阴晕缓缓漂浮出去 嗯 李易刀出关了 金湖族主府中 面容精致妖野的金湖少主 正在树下舞剑 像是舞蹈一样 动作舒展缓慢 没有丝毫的能量波动 如一个不通舞蹈的人 是的 少主 看不出来受伤的迹象 金甲修士头领很恭敬地道 一个全西水墓一样的画面 在空中投射开来 上面正是先王对李易刀迎接各方天交的诸仙台上大战 金湖少主初时只是随意一瞥 并不是很怎么在意 在真正的巅峰天交的眼中 前二十名之外的天交 不值一提 不管是闹出多大的动静 都不值一提 便是剑神王眼一 也是在杀入了前二十之后 才得到了其他巅峰天交的认同 所以李易刀的刀 在魔性 在诡异 在他还未进入前二十之前 还无法进入巅峰天交的眼里 对于巅峰天交们来说 李易刀这个名字的意义 大概最多也只是一个 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但是 在不经历地看了几眼直播之后 金湖少主的面色 突然变得有点意外了 亏是所有人的功法破绽 所以才能一刀制胜 这可就有意思了 他修炼了某种法眼 所以才以面具遮盖 金湖少主将手中的剑 交给侍女 有几个美币伺候着换衣 很认真的看了几场李易刀的对战 这才关闭了先网直播 嗯 这个李易刀 还是有点价值 值得我拉拢一下 他招收将金甲修士首领 叫到自己的身边 傅儿吩咐了几句 金甲修士首领功身遵命 转身去办 金湖少主换了长服 离开花园 在两位美币的跟随下 来到了自己在主府中的私宅 这是一处守卫森严的院落 两位美币在门口等待 金湖少主进入院落 来到了一处精致的白石静石面前 两位须发揭白的金湖祖老年强者 先锋道骨 身穿青袍 过来见礼 两位长老不必客气 事情进行得如何了 金湖少主千千有礼 非常的千和有风度 碧檐姑娘的血脉繁祖 远比我们一开始预计的更加惊人 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 少主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其中一位白发金湖祖老人道 金湖少主道 嗯 此事我心意已觉 碧檐的血脉繁祖越惊人 对于我金湖祖来说 就越好 两位长老辛苦了 我进去看看碧檐 呵呵 一只小蝼蚁而已 不值一提 天神族位于湖神之巨神城的行宫之中 一袭白衣的天神族少主 看到了属下臣上来的消息 只是随意扫了一眼 就丢到了一边 大殿里 还有其他一些天骄 都是这段时间 天神族拉拢的一些人才 天神族少主身形魁梧 面容俊朗 五官如刀削斧坎 棱角分明 单凤眼 有一种孤傲之感 更有雄主之气 随便坐在主位上 就有一种压迫之感 他随便一个眼神 就可以让整个大殿的所有人 都觉得精神紧绷 连大气都不敢喘 而在他的身边 另一个主座上 却是坐着一个一袭白衣的工装女子 这女子以宝气杀金遮面 看不清楚面容 但一双眸子 却明媚的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 任谁看一眼 都会觉得 这个女子一定是世间最美丽最温柔的女神 他安安静静的坐着 不见丝毫的能量波动 但周身的空间却似是模糊 不定地如烟气流转 给人一种不真实的幻灭之感 似是一片白云一样 无相无形 遥远而又神秘 白云仙子 这段时间以来 整个紫薇新玉之中 最为美丽的女子 据说是来自于下界 但是一曲悦舞 既经四座 引得无数英雄天骄者妖 便是天神族少主这样的年轻巨头 都心生爱慕 放弃了族中的事物 陪她游历星河 这才短短数月时间而已 白云仙子已经被认为 是这片星河之中 最美丽的女人 引得无数人都想要一窥芳容 紫薇新宇第一美女 白云神女 三万年以来最美女武神 紫薇之花 这样一个个外号 都被灌在了白云仙子的身上 更是让这个来自于下界的神秘女子 披上了一层神奇的面纱和光辉 只是自从当日月下一舞 惊艳星河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白云仙子的真面目了 今日 她出现在了天神族行宫 让前来赴宴的天骄 激动兴奋 见不到真面目也无所谓 远远地看一眼 哪怕是戴着面纱 只看到一双眸子 都已经惊艳了无数人的心 两个坐在主座上的人 如果说天神族少主是雄姿鹰发 气概无双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敬畏的话 那白云仙子就是柔美秀艳 神秘永远 让这一片空间都变得闲静淡雅起来 不愧是巅峰天骄 不愧是最美的花 这一男一女 当真是金童玉女 家偶天成 很多人都在心底里感叹 第682章前二十 美丽的女人 让男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占有 英俊的男人 让女人亲自不经地想要得到 美丽的女人和英俊的男人在一起 其他人都会羡慕极度 乃至于想要拆散 但是 当美丽到极致的女人和英俊 到了极致的男人在一起 又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崇高的身份地位时 那其他人能做的就只有羡慕和祝福了 就比如眼前的这一对男女 想要得到的白云仙子的男人 和想要得到天神族少主的女人 都数不胜数 但当这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哪怕是内心里在贪婪的人 也都不敢有丝毫的其他想法 只能祝福了 就算是有人在想要看白云仙子的绝世舞姿 但在这个时候 也不敢开口 提议让白云仙子来舞异曲 除非他不想活了 大殿之中 还有其他美貌年轻的舞姬 传闻白云仙子一直以来 都闷闷闷不乐 天神族少主为了博得美人一笑 做了很多事情 今日的宴会 就是为了博得美人开心 所以才举办的 天神族少主是星河雄主 但依旧难逃英雄不过美人观的故事 如其他的雄性一样 将自己拥有的一切 拉拢的天才都向白云仙子展示 千月悠扬 舞姬翩翩 大殿里功仇交错 有人敬酒时 白云仙子也会举杯示意 亲饮杯中酒 他的一举一动 眸光流转 无一步牵动着所有修士的眼睛 那种伴雅出尘的圣洁气息 甚至让人难以在心中生出任何亵渎之念 只想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美好和幸运 都降临在这个戴着白色面纱的仙子的身上 一些实力修为略低的修士 心中涌动着一种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绝对要保护白云仙子的疯狂念头 其实他们自己也都明白 这多半是被白云仙子修炼的功法气息所影响了心神 但却依旧不想控制自己的念头 过了片刻 又有天神族的神位 进到大殿 前来汇报 赵主李一刀在诸仙台上 拜六十八天交 最近一个输在他的手中的人 是排行榜第四十五位的肖香雨仙莫听兰 因假神位道 什么莫听兰也拜了 又是一刀吗 这有点夸张啊 大殿里其他天交有些惊讶 议论纷纷 出现在这个大殿里的天交 都是排名进入了前一百的超级天才 自然知道百大新区排行榜上第四十五名的肖香雨仙莫听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莫听兰出身于肖香世界的超级天女 她一曲肖香夜雨破阵月 不知道击败了多少的强者 潜力无穷 之所以才排名第四十五是因为莫听兰并不热衷于挑战 这一次的百大新区天交排行榜上也有一些女修士 这个榜单虽然是因为天狐足为小公主打几招亲而排 但并未规定必须是男修士 所以除了弯刀萝莉之外 还是有那么几十个女修士也位列其中 基本上所有女修士的目的都是通过天交战来磨砺己身获得名气 尤其像是肖香雨先莫听兰本身就拥有极高的人气 在白云先紫薇出之前 她曾经被认为是紫薇心欲最美的二十朵花之一 听闻这一次莫听兰来惨叫天交战 纯粹就是为了针对自己的舞蹈进行魔力 所以挑选的对手都是很有针对性的次数也不多 即便如此莫听兰依旧排到了第四十五名 所以如果挑战的次数更多一点的话 那肖香雨先莫听兰的排名有可能更高 但这样一个天女级的选手竟然也输给了李一刀 天神族少主也有点意外 他一挥手那银甲神味直接投射出一段水镜术画面过程 正是李一刀与莫听兰一战 依旧是一刀 肖香越雨破阵越汹涌 意境澎湃 竟是不能撼动李一刀的刀光 哪怕是在水镜术画面之中 看到那一刀的光滑 在场很多人也都有一种恍惚之感 天神族少主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外之色 而一边的白云仙子身形也是微微移动 那刀法 他心中微微掀起一丝波澜 刚才那一道气息是 嗯 有古怪 在黑点之中 幻面黑魔看完了李一刀与肖香雨歇莫听兰的一战之后 微微皱眉 李一刀的刀法之强 固然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但他最关注的是 李一刀的那一刀出手的瞬间 右手有所变化 一缕淡淡的阴晕气息流转 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仔细在想再分析 却又完全陌生 这是怎么回事 出身于黑暗深渊魔蛇渊中的年轻少主 陷入了沉思之中 最近胡神之剧神城之中的气氛 有一些不太对 他虽然脾气暴躁 易怒 但却也不是傻子 那日黑蛇诅咒的印记被触发 他先后发出数枚黑蛇臂 用来追击凶手 按理来说 得到黑蛇臂的人和势力 都是神通广大耳目极多之辈 早就该将那凶手找出来 然而事与愿违 那么问题来了 全黄战不得那个凶手 在诅咒印记发作的情况下 何以躲避了这么长的时间 事情 并不像是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来人 给我关注一下这个礼仪刀 如果他能杀进前三十 就想办法接触一下 能拉拢就拉拢 时刻关注着 别让其他种族先下手了 幻灭黑魔吩咐道 有身穿魔蛇黑甲的修士 立刻领命而去 天气炙热 暖风熏人 李易刀到底能杀到排行榜的弟几 围在二十一号 诸仙台周围的数十万修士 都在巨大的震惊之中 疯狂地猜测着 驾一个 李易刀站在台上 宛如战神 在点名 台下 萧香宇 歇莫听兰已经被萧香新区的人扶走 这位萧香新区的第一天女 挑战的目的单纯 也不是趁人之威 所以李牧刀下留情 只是姬下擂台 并未尽他结婚 此时 二十一号诸仙台下 昏死着的天娇数量 已经接近一百 还不包括被各自宗门和势力抬走的 以及因为怯战而不敢登台 直接认输了的天娇 今日绝对算是有史以来 各方天娇最惨的血泪之日 尤其是对于那些 纯粹为了跟风或者是羞辱 而发出挑战书的天娇 李牧下手 没有丝毫的留情 只是未死 养伤个一年半载 那是肯定的 一成东方漂亮激动的一身肥肉都在颤抖着 他伸手朝身后的箱子里一抓 竟然抓了个空 嗯 回头一看 若大一箱子的挑战书 不知不觉之间 竟然全部都处理完了 不知不觉之中 那么多的挑战天娇 都败在了李一刀的刀下 这哪里是在挑战天娇 感觉就像是在路边砍萝卜一样 一刀一个 干脆利落 东方漂亮愣了愣 旋即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正要大声的宣告挑战完毕 结束这一次的挑战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轻衣小茂的刀脯 走到了近前来 递上了一份挑战书 这是我家公子的挑战书 挑战李一刀 这小丝刀脯打扮简单 语气坦然 气质也很普通 背后背着一个刀侠 宛如一块紫色的大杯一样 气息气势如鸢如月 东方漂亮 看不透这刀脯的深浅 这个时候 竟然还敢主动站出来挑战 周围一盘哗然 此时的李一刀 一百五十六连胜 气势如红 精气神更是到了巅峰 正是最可怕的时候 这时候挑战李一刀 不是疯子 就是真强 东方漂亮上下打量 这轻衣刀脯小丝 结果这最后一封挑战书拿起来 打开读出来 下一个 天幻心区第一天 教天启一刀东门吹雪 念了一半 他面色变得有些呆滞 旋即张大了嘴巴 有点念不下去了 周围数十万修士 也都觉得心脏 被那个名字 狠狠地震了一把 天启一刀东门吹雪 东门吹雪 这个人 是百大兴区天骄排行榜上 第二十位 大名鼎鼎的 剑神王炎一 在排名上 也就只是 比此人高一位而已 终于到这一步了吗 李一刀的强势和神话 终于引起了排名前二十之内的 巅峰天骄的 兴趣和战役了吗 短暂的震惊之后 数十万修士的目光 又看向李一刀 好 李一刀的回答 也非常的简单 他直接站在擂台上 等待这位排名第二十的 巅峰天才的登台挑战 但那轻衣小帽的刀仆 却是很骄傲的笑了笑 昂着下巴 大声地道 我家公子说了 你今日熬战半日 连番对敌 损耗不小 他乃是何等身份 岂能趁人之危 你且返回休息 养精蓄锐 两日之后 便在这二十一号诸仙台 我家公子会出手 免遂你这可笑的一刀神话 中围的喧哗声更盛 还未登台 天起一刀的气势做派 便已经不弱于人 不用 我赶时间 想要挑战 素来登台 李牧毅力在诸仙台上 如神似魔 直接给出了答案 你 轻衣小帽的刀仆看着李牧 道 呵呵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对我家公子 这么说话 呵呵 我劝你啊 不要不识好歹 我家公子乃是 休 一刀刀器 擦着轻衣小帽刀仆的左耳掌过 机里段发飘散在空中 你一个奴隶 在我面前 耀武扬威 说话带刺 你算什么东西 李牧道 让你传话就传话 别在我面前装逼 你这一身修为 还差得远 第683章 半刀 一 那轻衣小帽的刀仆 还要再说什么 但是对上李牧的眼睛 顿时心中逆领 所有的交换和跋扈 都烟消云散 那种感觉 仿佛只要是再多说一句 他就会成一个死人 他赶紧转身离去 传话去了 李牧站在诸仙台上 再无其他挑战者 他闭目养神 一日百战 这是一个奇迹 但对于他来说 非常轻松 这一次主要是为了刷百大星区 天骄榜上的排名 所以他并没有说什么享受战斗 或者说是魔力功法 不管是谁 上来就是直接一刀解决 唯有那个叫做 肖香羽 歇莫听兰女子 实力的确是强悍 若不是李牧修炼的是先天公 最擅长收敛稳定心神 说不定 真的是陷入到了 他的肖香业羽破真月之中 不可自拔 堕入破碎 连那一刀都发不出来 而且这个莫听兰 本身的真气修为 战技和肉身强度 也很可怕 已经是窥视到了 王者之境的天骄 李牧最后哪怕是看出来了 他修炼的功法战技的破绽 也很难击败 所以在与莫听兰一战中 李牧是动用了一丝丝的 白骨右臂的力量的 只是一缕 也很小心地掩饰了 从周围修士的反馈来看 并没有人发现这一点 而与这位一战之后 李牧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白骨右臂的力量 真的是恐怖 王者境之下 完全可以横扫 而对上真正的王者境 会是如何 暂时难说 但李牧隐隐觉得 也不会落什么下风 这让他信心大为提升 刚才的战斗之中 李牧出刀 对依靠破绽之铜 刀翼 以及肉身之力 真气为辅 一百多个挑战者 也就是一百多刀而已 挑战者大部分的实力 都与如今的李牧相差太远 所以就算是耗费真气 也不多 李牧心中 连续回到击败了一百多位天骄之后 心中隐隐有所明悟 这是一种积累 破绽之同亏是 看破对方的功法战技的破绽 轮回刀斩破破绽 连续的挥刀 就好像是在连续打铁一样 打着打着 砸之被砸出去 然后升铁有了质的提升 变成了金刚 李牧拔刀 出刀 挥刀 收刀 连续数百次之后 他对于刀的感觉 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的物 李牧闭着眼睛 先天宫恢复真气 脑海中则是推演着挥刀的那种感觉 大脑泥完宫之中 真我法身小人也在模拟挥刀的动作 一举一动 逐渐带有天运 刀锋锁指 有了之前未曾有过的道华流转 很快 周围数十万修士们的嘈杂喧哗声 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宛如海浪 李牧猛然睁开眼睛 就看远处 一柄长刀 划破天空 宛如太初圣光一样 俯冲而至 排名第二十位的巅峰天骄 天起一刀东门吹雪来了 刀光一闪 一个白眉白发的年轻男子 落在了朱仙台上 他面部有细碎的银色鳞片 白发中有两个银角凸起 一身白衣 面部和手臂的肌肤 也白得像是雪片覆盖一样 站在对面 似是一个冰雕雪漆的雪人一样 一有闪烁不定的银色光点心血流转 就似是一片片的雪花 在此人周围缭绕一样 嗯 这不是一个人族 而是 未死于雪族或者是于焦族之类的其他种族 李牧回想了一下 对于这个人的资料 他了解的并不足够 还没有来得及像东方漂亮讨要此人的战斗影像 详细信息一片空白 不过 单纯看外貌 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种族啊 李牧原本觉得 东门吹雪这个名字 有点装文艺装成傻逼的趋势 但是看到了真人之后 突然就改变了看法 很配 这个名字 还真的是配这个人 出刀 东门吹雪开口说话的时候 仿佛是有一股冰风暴 从他的口中喷出来 乍时间 整个21号擂台之上 犹如画做了一个冰雪世界一样 地面上冰雯像是蛇虫一样 无声无息的爬行蔓延 很快化作厚厚的冰岩 原本围绕在东门吹雪身体周围的白色光线星泻 骤人狂暴 变得极昼 四十亿场暴风雪席卷珠仙台 而在周围观战的修饰眼中 白茫茫的风雪 已经彻底掩盖了整个擂台 让他们根本看不清楚擂台上的那两个人影 李牧心中逆惊 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 竟然就有这样的威势 这个东门吹雪绝对已经是王者静的修位了 这是世界 传说之中 王者掌握的力量 李牧心经 王者静 是可以化一方天地为己用 营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样的暴风雪范围 就是东门吹雪的世界 李牧豪不犹豫地直接开启了天眼 破绽之铜施展 同时 手掌也反握住了轮回刀 整个人的境界 提升到了最高的层次 这个东门吹雪 绝对是他遭遇过的最强者 破绽之铜捕捉周围风雪的轨迹 不断地进行解构 发现最基本层次的能量运转路线轨迹 同时也堪破风雪 在捕捉着东门吹雪的身形轨迹 难以形容的含义 侵袭而来 李牧豪不怀疑 如果不是自己的肉身强大 功法特殊的话 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普通将级强者 只怕是已经被早就冻杀了 连让东门吹雪出刀的资格都没有 出刀 东门吹雪的声音 又在暴风雪世界中响起 迟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所谓是 便是天地之势 它是宇宙大道法则本源的一种简单具象化 也是武道强者让己身武道之理 与宇宙大道相结合 从而借到天地宇宙之势的方法 只有王吉 才能在天地宇宙之中借势 借势之地 便可以形成世界 李牧手握长刀 但是却无法出刀 破绽之铜还未完全堪破世界的构成 这一刀就斩不出去 出刀 东门吹雪的声音再度响起 这是他第三次催促李牧出刀 如果你这一刀出不了的话 那你就败了 东门吹雪的身形 缓缓地从无边无际的风雪之中走来 是的 的确是无边无际的风雪 虽然李牧心中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此时依旧处于擂台上 但眼前所看到的 却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暴风雪世界 脚下已经不是白石擂台地面 而是冻结了千万年的冰岩 一米深的积雪 吞没了李牧的膝盖 似是流沙 要将它掩埋 这是李牧第一次身处世界之中 有一种自己被整个天地都压制排斥的感觉 想要看到对方功法的破绽 很难 东门吹雪随手在暴风雪中 摘取了一片雪花 化作了一柄晶莹剔透的雪刀 真可惜 让我很失望 他看着李牧 一刀斩出 下一瞬间 漫天的暴风雪和是神的含义 疯狂地凝聚到了这一刀之中 恐怖的杀意和能量 化作天地之间最可怕的刀锋 朝着李牧展来 必须得出刀了 否则 必败 李牧心神肃穆 面头空灵 扩展之同捕捉到东门吹雪这一刀的轨迹 枪 刀侠证明 轮回刀瞬间出窍 李牧体内爆发出一股扭曲旋转之力 正是他将真武拳千心碎的奥义 以这种方式 催发开来 瞬间身体周围的冰岩积雪和风雪 朝着周遭炸开辐射过去 同时 轮回刀绽放一抹刀光 枪 持刀与雪刀撞击 李牧只觉得身形巨震 手腕发麻 骨口瞬间炸裂 露出白骨血肉 轮回刀差点而握不住 几乎脱手飞出 这就是事的力量吗 李牧心中巨震 戒是 这是东门吹雪从天地宇宙之中 借来的力量 这种力量隐约已经超脱了真气 肉身的范畴 这也是王者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嗯 东门吹雪眼中 颇有意外 他已经看出来 李牧的真正修为 低的可怜 肉身或许强一点 但也无用 所以这一刀 蕴含着他风雪世界的九成力量 可以开天辟地 竟然是被李易刀给拦住了 而不是一刀 将李易刀的手中刀斩断 将其重伤 装刀相交 锋芒相对 李牧感觉到雪刀之中 连绵不绝的力量 碾压了过来 东门吹雪催动风雪世界之力 注入雪刀中 一点一点的压向李牧 你的刀 已经出窍 却无法击败我 一刀神话 就此终结 你的路 也到此为止了 东门吹雪淡淡地道 李牧低喝 全力催动肉身之力 脊柱犹如大龙一样轰鸣 手臂肌肉隆起 肉身之力 被催动到了极致 轮回刀压着雪刀 缓缓地回推了过去 这只是半刀 一刀还未结束呢 李牧低喝着 似是愤怒的狂龙 怒吼 东门吹雪再次意外 但也仅仅是意外而已 强横的肉身力量 但在天地之势的面前 微不足道 如一力尘埃 他摇摇头 风雪世界的全部力量 漫天的风雪 地面上的冰纹 天空中的星泻雪花 以及一切的含义 世界的一切能量 瞬间完全灌注 集中到了手中雪刀中 李牧再次感觉到 沸然墨浴的力量 又从雪刀之中爆发 碾压而来 装刀香蕉 缓缓地又朝着李牧压来 李牧怒吓 再度催动肉身之力 但是虎口的鲜血 浸红了刀柄 手掌手指的肌肉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不断地裂开 肉身强步到了上限 如果再这样催动硬汗 那就要到了 肉身崩溃的边缘了 李牧在心中 叹了一口气 天地之势的力量 的确是不容小觑啊 看来 最终还是得动用 白骨右臂的力量了 李牧唤醒了 隐藏于手臂之中的 那一股诡诀白骨之力 瞬间 他那破碎虎口 裂开的手指和手背肌肉 以及一切的血肉 瞬间就消失了 从手指到大手臂 瞬间化作了 晶莹的玉色白骨 那一瞬间 东门吹雪觉得自己眼花了 然后 这位排名百大星区 天交榜 第二十位的巅峰天交 一下子脸色就变了 第六百八十四张 半刀 二 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 从轮回刀中涌来 东门吹雪之前就注意过 李一刀的刀 轮回刀的材质 极为特殊 见所未见 刚才风雪世界九成一击时 他原本以为 雪刀斩断李牧的刀 不成问题 谁知道竟然是被接住了 他立刻就意识到 李一刀的这柄 四十头非十四斤非金的长刀 绝对不简单 而他没有想到 这一柄刀 不简单到了这种程度 这一瞬间 轮回刀中澎湃而来的压力 四十狂潮 瞬间就崩碎了雪刀 什么 东门吹雪心神巨震 雪刀崩碎的瞬间 又重新凝聚 向天地再借视 风雪世界的力量 再度凝聚 然而 几乎是再凝聚的同时 雪刀又再度崩碎 万分之一息的瞬间 就像是一次次的轮回 这柄雪刀 不知道破碎又重新凝聚了多少次 东门吹雪运转 王者境界的奥义 疯狂地向天地宇宙建立 几乎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 天地宇宙之力解空 但都无济于事 白色狭长厚重的轮回刀身之中 涌来的力量 宛如开天之潮 根本不可阻挡 最终 天地之力被借空 绝刀无法再度凝聚 彻底崩碎 而同样呈现出白色的轮回刀 最终斩在了东门吹雪的左胸 凄厉无匹的力量 瞬间就摧毁了他的护身宝贝 和最后的挣扎 刀刃轻松地破开肌肉 尖血飞蹦 李木道 这是剩下的半刀 现在 才是真正完整的一刀 李一刀的一刀 胜负已分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他的手 东门吹雪在意识 还清醒的最后一刻 冒出来了这样一个念头 距离最近的他 看到了李木手掌 画作白骨的诡异一幕 正是手掌画作白骨之后 李一刀的实力 才骤然暴涨 这一幕将永远地鸣刻在 他的记忆里 无法消退 然后他整个人 就从21号诸仙台上 被劈飞下去 跌落在地面上 他强行站立 口中喷出精华血液 胸部的一道伤口触目惊心 从左到右一条长长的血痕 几乎将他整个人斩为两段 刀痕直接剖开了胸骨 可见内脏 但内脏确实好的 他就这么硬生生地 站在地面上 不倒 死死地盯着李木 公子 精一小茂的刀仆冲来 护主心切 扶住了东门吹雪 滚开 东门吹雪双臂一阵 将这名忠心的刀仆震飞 盯着朱仙台上的李木 道 李一刀 你 最后那扮刀 那是什么力量 你修炼的是什么可怕功法 李木没有理会 右臂的白骨之力再度趋于沉睡 手臂和手掌重新恢复了血肉之状 轮回刀缓缓地插回到身后的刀侠 还有谁 李木看向周围数十万观战的修士 人潮一片安静 实际上 自从东门吹雪被震下朱仙台的一瞬间 修士们就已经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百大新区天交排行榜上的第二十名败了 一味巅峰天交 败了 败得如此突然 又如此诡异 没有人看清楚朱仙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的战斗之中 风雪是借字成一体 将整个朱仙台都遮蔽了 战斗过程 看不清楚 很多修士原本都以为 是东门吹雪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其实开战之前 数十万修士里 大概也就只有数千 认为李一刀会赢 其他人都站在了身为巅峰天交的东门吹雪一边 但是没想到 等到暴风雪散去 他们看到的 不是李一刀的惨败 却是东门吹雪从擂台上被劈下来 而李一刀的身上 甚至连一丝伤痕都没有 出刀 挥刀 收刀 他永远都在重复着这样的动作 也永远都在赢 东门吹雪的败 意味着一个巅峰天交的破灭 更意味着 一个新的天交武道神话的诞生 前二十又有新人进入了 一个新的巅峰天交 刀神李一刀 在数十万修士的瞩目之下 终于诞生了 李一刀 刀神之名 从此当之无愧 我还会再来挑战你的 下一次 我绝对不会输 东门吹雪身体的伤势 缓慢地复原着 王极修为和傲益 在这方面远超常人 但是他想要再战 那却是不可能了 掉下诸仙台 就是输 只此一战 他必然跌出前二十 准失去大 在那轻衣小貌的 忠诚刀脯的搀扶之下 东门吹雪心有不甘 但却失魂落魄地 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围观的数十万修士 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目送他离开 救人去 亲王登 东门吹雪虽然败了 但依旧值得尊敬 不是他不强 而是李一刀太强 一种让人看不懂 看不透 看不明的强 李一刀的刀 有魔力 许久时间 东吴仁在挑战李牧 回去吧 李牧走下了21号诸仙台 这座诸仙台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必然成为无数修士 过来瞻仰的奇迹之地 因为在这里 发生过一日百胜的神话 已经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的东方漂亮 亲自驾驶非洲 带着李牧返回驿站 而一直到了非洲的影子 消失在了远处的天穷上 21号诸仙台 周围的修士们 才一个个如梦初醒一般 宛如山昏海啸一样的喧哗声 沸腾如春雷 在这片天地之间 回荡开来 而这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始终处于人群中间神王延一 英俊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奇特的表情 在这样春雷一般的欢呼中 他缓缓地转身离去 几步之间 就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一直到他完全消失 原本挤在他身边的人 都没有发现身边少了一个人 什么 天神族行宫之中 天神族少主略有失态地站起来 杯中酒清洒出来 他从未如此失态过 跪在台阶下的银甲神位 小生地道 回禀殿下 诸仙台上 李一刀再进一步 一刀击败东门吹雪 机身前二十 已经是板上钉钉 大殿里的其他天骄凶士 听到这种话 也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个消息 太过于震撼了 东门吹雪是排行榜第二十位 巅峰天骄啊 依旧是挡不住李一刀的刀吗 所有人都意识到 自己之前还是小看了 这个来自于 阴心心躯的年轻人 嗯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幻灭黑魔也收到了 相同的消息 这完全打破了 他对李一刀实力定位的判断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看完水镜树画面的 战斗过程之后 幻灭黑魔陷入了沉默 别人或许看不到什么 但他却看得出来 这场战斗之中 原本处于绝对劣势的李一刀 是如何在败亡的前一秒 突然决定反击的 那只手 有古怪 竟然突变白骨 画面黑魔一遍遍地观看李一刀最后时刻逆转的那个片段 发现了一些端倪 但手掌变白骨 意味着什么 他猜不出来 某种功法 还是他人的力量 无从推测 最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在之前的战斗之中 李一刀保留了实力 保留了相当可怕的实力 是杀手锏吗 如果李一刀的真正实力 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不好拉拢了 不过 唯一的好消息是 李一刀的出身 实在是太低贱了 阴仙星区在紫薇星域之中 是贫瘠荒蛮之地 否则 李一刀也不至于贵为阴仙星区第一天交却排名九百多 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修士 不管是多天才 最后也难以自成一派 必将依附于六大种族这样的大势力 底蕴太差 这导致李一刀最终只能选择依附大势力 才能存活下去 否则 各大势力都不会允许一个如此天才的修士成长起来 那将成为他们的威胁 这让李一刀和王延一一样 成为了前二十的巅峰天交之中 最为身丹利孤的两个 金湖少主从私宅院落之中走出来 少主 那位心腹亲甲修士首领连忙迎上来 在他耳边 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 不 还有这样的事情 金湖少主大为惊讶 难掩震惊之色 李一刀竟然赢了东门吹雪 这不应该啊 在他的调查和推演之中 李一刀绝对不应该具有这样的战力 作为地头蛇 金湖少主掌握着比其他人更多的信息渠道 他早就调查清楚 李一刀本身的修为 只不过是冰镜 就算是隐藏了境界 也隐藏不到那里去 然后就只有肉身强度惊人而已 不管如何 东南是掌握了世界之力的东门吹雪的对手啊 出身于雪妖族的东门吹雪 原本是金湖少主最为看好的此人 认为他有机会更进一步的 结果金湖少主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然后他很快就不再去想东门吹雪 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李一刀的身上 经此一战 李一刀击身前二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 这段时间以来 边风天骄之间形成的脆弱平衡 既见神王延仪的奇迹之后 再一次被李一刀给打破了 这一届的天骄战士 不同以往 起了波澜 有些变化 呵呵 这就好玩了啊 到底李一刀和王延仪 谁才是那个变数呢 金湖少主难以确定 他想了想 道 来人 去送我琴帖 邀请李一刀来我府中赴宴 第685章将军在线 整个紫薇心域都被轰动 通往仙王 消息传到阴仙新区的时候 很多阴仙修士一开始都以为这是一个笑话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和信息 尤其是诸多具有权威性的文士修者的报道 陆续在阴仙风云论坛上公布 以及论坛官方不断发布的权威消息 最终 阴仙新区的修士们都在巨大的震撼之中 接受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从阴仙新区走出去的李一刀 竟然杀尽了百大新区天交排行版前二十 成为了一名巅峰天交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就好像是一个从没有看过书的乞丐竟然在科举中赢得了状元之位一样 一下子阴仙新区无数修士的热情被点燃了 不管怎么样李一刀都是从阴仙新区走出去的 他成为巅峰天交 是整个阴仙新区的骄傲和荣耀 而且从历史上的轨迹来看 能够走出一个巅峰天交的新区都会得到蓬勃的发展 李一刀这个名字在阴仙风云论坛上迅速的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偶像 于是之前曾经平息了的李一刀和李牧熟悠熟烈这个议题 又开始在论坛上火热起来 没想到掌兵时大人竟然成为了巅峰天交 夹心上杏林药店的掌柜 玄黄占步在这个星球上的情报系统负责人 看到消息之后颇有些瞠目结舌 他想到了这位掌兵时大人去了天湖祖母心上可能会搞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搞出了这样的事情 绝黄占步出了一个真正的狠角色啊 他第一时间将消息通过特殊渠道传了出去 这个时候消息还未在先网上彻底传播爆发开来 丁一带着二师兄从外面走进来 有教主的消息了吗 啥百大新区的巅峰天交 天尊老道士看到这个消息震惊了骂了一句脏话 无量他奶奶的授佛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紫薇心意的巅峰天交 至少也得是王静吧 一边的黑斗篷采矿人 半上没有说话 一种难以置信的气氛 在两人之间弥漫着 突然 哈哈哈哈哈哈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而上九万里 来人啊 传令 今日开酒 犒赏占步而狼 他突然大笑了起来 一个巅峰天交的出现 对于逐渐凋零的玄黄战步来说 意义重大 这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个王静强者的诞生 更意味着 玄黄战步终于看到了再度崛起的希望 因为 李牧还是那么年轻啊 未来可期 或许有朝一日 李牧真正的成长起来 可以吃手遮天 以一己之力 镇压的整个紫薇心欲都喘不过气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一定要帮到他 呸斗篷采矿人笑玩 扭头看向天尊老道士 老道士的表情 难得的严肃了起来 点头道 继续做一个长兵史 已经是大财小用了 而且他所得到的权限 也太低了 我们在紫薇心欲的一些潜伏案期 也可以激活使用了 你说的对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一定要保住李牧 两个人 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这时 指挥舱外面 有玄黄甲氏通报进来 大声递道 两位大人 玄黄号已经接近神州大陆星球了 再有半个时辰 可以开始进行着陆 两个人都是大喜 快步来到甲板上 隔着银色的防护罩 朝远处看去 一颗蔚蓝色的巨大星球 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好一颗生机无限的星星啊 浮原辽阔 堪比一些大族的母星 除了天道法则还未完善之外 其他都堪称是完美 这个选择没有错 这颗星球的未来 绝对不可限量 我没有见过 比它更加完美的七居之地 黑斗鹏采矿人 南眼声音之中的喜意 天尊老道 事业感慨万千 无量受佛 这是我们的新家 也是我玄黄之血 延绵崛起之地 清的祖地 此时又有玄黄甲氏快步前来 大声地道 两位大人 神州大陆世界的郭大人 以及清风明月 两位小大人 已经赶来 哦 快请 两人都是大喜 一切都非常顺利 片刻 郭雨清和清风明月 两个人 来到了甲板上 与这两位玄黄战步的 强者会晤 建过礼之后 按照之前的计划 我们选择的第一着陆点 是长安府 临近太白山 是西秦帝国的州府 太白城已经与西秦帝国的皇帝 达成了协议 帝国准备好了各种接应资源 清风坐在自己的轮椅上 徐徐地道 多年过去 此时的清风 已经变成了一个英俊儒雅的年轻人 风度翩翩 手中雨扇 给人一种宝学儒雅之感 尤其是一双眼睛 淡然从容 似是天塌不惊 有种经历了无数世事沧桑 看透一切丰臣的睿智 只是 她依旧坐着轮椅 当年李牧为她打造的轮椅 昔日的呆蒙小萝莉明月 站在轮椅之后 双手扶着把手 吃一事意 小明月也冲落成为了漂亮的妙龄少女 身姿曼妙 一件偏向于男性化的白色长服 被她穿得英姿萨爽 五官精致到了极点 略微上翘的鼻尖和细腱一样犀利的眉毛 让明月有一种异常清理的英气 看起来非常的安静 几人将着陆安置的事情 各个细节 都商量的妥妥当当 全部的迁移和七居 陆陆续续 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 还有一些其他新区的不足移民 正在赶来的路上 只怕是要多麻烦几位了 黑斗鹏采矿人道 金峰的笑容非常温暖 很恭敬地道 两位前辈请不要客气 我家公子安排下来的事情 就算是天塌地线 我们也会全力完成 天尊老道是两人文言 心中再度感慨 他们并非是第一次 与清风明月郭雨清打交道 当初 这三个人找上门来的时候 若不是有李牧的信物 一开始 他们当然也不会是完全相信的 但接触多了 玄黄战部才明白 李牧在神州大陆心上 有多么高的威望 有多大的能量 也开始明白 不论是从地狱 疆域还是从根基上来说 神州大陆都是一个完美的 属于玄黄部落的母星营地 李牧这个一直都在单打独斗的 玄黄战时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在这个世界 夯实了太后太可靠的基础 又商量了几句 突然天尊老道是正了正 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道 你们听到了吗 黑斗棚采矿人一正 听到什么 老道是看了看四周 道 我好像听到了狗叫声 不对啊 我记得 咱们船上没养狗啊 黑斗棚采矿人 侧子耳朵听了听 道 没有啊 你是不是话音未落 一直都是安静眉少女形象的明月 突然一语不发地转身 像是一阵风一样离开了 数十息之后 她却而复返 只是她的手中 拖着一条银灰剑刺毛茸茸的大尾巴 一边拖 还一边道 说过多少次了 不许偷吃 不许偷吃 你竟然又鬼鬼祟祟地跟来了 将军 你信不信我把你宰了吃麻辣狗肉火锅 汪 丫头 放开汪 这么多人 汪不要面子啊 狗叫声夹杂着人语 一只像是小马鞠子一样的大狼 不 是大狗 这狗长得太像是狼了 天尊老道士的面色 一下子就变了 因为她看到这只狼一样的大狗 口中还死死地叼着一个碧绿色的葫芦塞子 那分明是 无量天杀的受佛 你 你偷了我的穷欲仙酿 她冲过来 从大狗的口中 把那碧绿色的葫芦塞子夺过来 一看之下 更是心痛得无法呼吸 怒吼道 哪里来的贼狗 我要杀了你 啊啊啊 嗯 金湖族少主的请帖 李牧收到 请帖 打开一看 面色顿时就变了 碧炎被带回 金湖主府了 她看向一城东方漂亮 道 你之前不是说 东方漂亮苦笑着解释 道 之前你仓促出关 我并不知道你实力如何 就是担心你心急之下 擅闯金湖主府 那是死罪 天娇的身份也无法保全你 所以才暂时对你隐瞒了 而且 我已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 碧炎姑娘并没有性命安危 李牧也不怪她 站起来 道 之前的事情不说了 既然这位金湖少主 以碧炎的名义 邀请我去主府 那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都必须得去 东方漂亮连忙道 我陪你一起去 李牧想了想 摇头 道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说完 转身离开 东方漂亮看着李牧离开的身影 摇了摇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突然 他似是反映到了什么 面色微微一变 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己的觅食中 从体内寄出一枚小小的令牌 大人 您终于想到我了 东方漂亮 面色狂热地跪在地上 看着悬浮在空中的小令牌 声音激动地颤抖 令牌中 一个声音传出来 计划启动 目标是 李牧刚来到驿站大门口 就被吓了一大跳 李公子出来了 一刀大侠 请升我为徒 李公子 我们是阴仙新区修士会的人 能到我们修士会去做一座吗 我乃是天神族的使者 李一刀 我家少主 非常欣赏你 看到李牧现身 拥挤在驿站大门口的各方人马 人山人海 顿时都沸腾了起来 像是决堤了的洪水一样冲过来 大声地说着什么 抱着不同的目的 一张张激动亢奋的脸 在李牧的眼前浮动着 第686章六件至宝 李牧哪里有心思和这些人在这里纠缠 他直接分开人群 离开了驿站 后面有人追着 但很快就追丢了目标 给脸不要脸 竟然连我天神族都不放在眼里 那位天神族的使者 愤愤不平 就在这时 远处有人大声地道 出来了 出来了 最新一期的百大新驱天骄排行榜出来了 瞬间所有人都又激动了起来 快看看 真的出来了 看李一刀 快看李一刀排名第几 天啊 16名 前20中 李一刀排名第16 我是不是看花眼了 竟然还在剑神王炎翼之上 不过搞错了吧 李一刀的确是厉害 但他击败的是排名第20的东门吹雪啊 怎么会直接成为第16 超越了剑神王炎翼 哈哈 我看 这是理所当然 一日数百斩 战无不胜 就连东门吹雪这样的巅峰天骄 也是被一刀击败 可见李一刀的实力 深不可测 排名第16毫无争议 很多人在先网 以及各自的通讯令牌上 看到了最新的百大新区天骄排行榜 李牧的名字 高居第16 这令很多人惊叹 又仔细想象 觉得也算是合理 因为李一刀向来指出一刀 不管对手有多厉害 也是一刀了账 之前很多修士觉得这可能是侥幸 但是现在 越来越多的修士觉得 这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深不可测 随着消息不断的传开 胡神之去神城之中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个新的巅峰天骄的诞生 打破了之前很多势力 种族对于这一场天骄战的布局和判断 也影响了对待各大天骄的各种对策 这个排名产生的余波 不断的辐射 酝酿 而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又有一则新的消息 在先网上流传快来 再一次震撼着人们的神经 剑神王掩衣 公开挑战排名第十位的巅峰天骄 整个胡神之巨神城都沸腾了 自从天骄战开启以来 巅峰天骄之间的战斗 少之又少 这是因为巅峰天骄的实力排名对比 并非是一日两日形成 很少出现波动 但是现在 随着李一刀强势杀进前二十之后 被挤到了第二十名的剑神王掩衣 终于在折服许久之后 又有了新的动静 直接挑战第十 这个跨度 可是有点大啊 前二十名的巅峰天骄 每向上跨越一个名次 都难如登天 且一朝不慎 很有可能坠落万丈深渊 得不偿失 剑神王掩衣这么做 真的是刚列到了极点 清湖主府 宛如仙境 灵气充沛 树木玉葱 山市水市都极好 李牧在一位亲甲修士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主府后院的大厅中 看到了已经等待在其中的清湖少主 哈哈 刀神李一刀 久仰了 清湖少主面如桃花 俊秀雅致 有着一般男子少有的精致 主动迎上来 拱手 道 恭贺李兄 一战杀入排名前二十 令天下侧目啊 李牧拱手回李 直接开门见山地道 碧颜姑娘在哪里 清湖少主微微一笑 道 我就知道 李兄见面第一句话 就是问碧颜姑娘的下落 哈哈哈哈 敏兄 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 李牧这才注意到 原来在大厅里 还另有一人 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修为不弱 其模样似乎是某个心躯的天骄 哈哈 少主心思优微 洞察透彻 那年轻人说着 向李牧拱手 道 在下玄明星区敏臣子 见过李兄 哦 果然是其他心躯的天骄 看这样子 应该是被清湖族给招揽拉拢了 所以敏臣子才在清湖少主面前 以幕僚自居 李树周全 李牧点点头 算是回礼 他的目光 再度看向了清湖少主 清湖少主笑道 李兄且暂停雷霆之怒 听我解释 我让人请碧妍姑娘回来 绝非是要害她 而是有一庄大机缘 要赠予她 来来来 李兄且先请坐 我向你保证 碧妍姑娘绝对安全 李牧看她表情 坦然随和 并非是在说谎 便进了大厅 主次落座 又是你添水珍茶 茶是清湖族的绿风茶 水是湖神之巨神城的白泉水 李牧端起茶杯 吹开茶叶 一股亲人心脾的忧香扑鼻而来 似是能够引动体内的真气沸腾一样 李兄应该知道 碧妍姑娘乃是我清湖族的一员 清湖少主笑着道 李牧点了点头 清湖少主又道 说来也是惭愧 这些年 我清湖族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导致碧妍姑娘流落在外 是李兄出手 才将她带回祖星 碧妍姑娘体内的血脉 有一些特殊 所以她回到不久 我清湖族的神庙族谱之中 就有了一些显示 李牧听到这里 心中一动 以前她觉得 小狐女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狐妖而已 但是后来 随着灵狐神医的现身 让李牧意识到 事情可能不像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灵狐神医的实力之强 堪比王者 一出手 就将四大将即碾压 只是体内似乎是有一些老伤之类的 不过 就凭她有如此实力 却隐居在小村落之中 面对那四个黑衣将棘 还如此隐忍 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小狐女是灵狐神医的女儿 又怎么会简单 李牧后来越想越觉得 碧言之所以被卖到阴仙兴区 其实不过是灵狐神医想要用这种方式 来让自己的女儿远离某个可怕的阴谋漩涡 而那柯霞新白与皇朝之中的事情 只怕是也不像是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么简单 不过 这些对于李牧来说 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她不管碧言是什么身份 是什么人 她只知道这个女孩子曾经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她 她是她的朋友 好朋友 与碧言做朋友 如果有危险的话 那李牧也不会有丝毫的退缩 天塌地陷 一刀俱之 仅此而已 现在亲胡哨主的话 印证了李牧的猜测 碧言的血脉 果然是不简单 我派人前往驿站 将碧言带回来 只不过 因为某些原因 她的身份不能公开 所以当日采取的手段 就简单直接了一些 还请李兄勿怪 亲胡哨主说得非常直接 也很客气地再度向李牧表示歉意 李牧道 只要碧言没有危险 哨主的一番心意 李某自然铭记在心 顿了顿 她又道 不过 我还是要见一见碧言姑娘 亲胡哨主想了想 道 碧言姑娘 此时本不应该见人 但李兄身份特殊 这样吧 我让人准备一下 她看了 看闽臣子 闽臣子起声告辞 似乎是去安排什么了 亲胡哨主道 说起来 还得好好感谢李兄 将碧言姑娘 从白宇皇朝带回来 我组准备了区区薄理 还请李兄笑纳 说着 她微微一笑 轻轻地拍拍手 六名年轻美貌到了极点的 金胡族美女 端着六个白玉盘 摇曳生姿 缓缓地走上来 每一个玉盘中 都盛放着一样东西 李牧看了 看金胡哨主 没有说话 这一枚翡翠丹 八品仙丹 福之 可以增加百年真气修为 金胡哨主指着 第一名金胡美女 手中的玉盘 笑道 恕我直言 李兄的真气修为 不过是冰镜 有所欠缺 若是得此一枚碧翠丹服下 便可一举突破冰镜 若是李兄的练气功法高明的话 达到将级巅峰 也不是不可能 李牧牧光落在第一名金胡美女的玉盘上 那是一颗宛如绝眉翡翠雕琢而成的玉盘一样的丹药 表层流转着青色符文图案 密密麻麻 将所有的能量都收敛在其中 不得不承认 这一枚仙丹 对于李牧来说 很有诱惑力 金胡哨主又指了指第二个美女手中的玉盘 道 这是一枚甲丸 内含一套弧族神甲 催动之后 甲皱覆盖全身 当然 以李兄你的肉身强度 这甲可能用不着 但若是赠送亲朋 必定是佳品 这套甲就算是落在冰镜身上 催动之后 一颗印接将即巅峰的攻击 李牧没有说话 金胡哨主笑了笑 又指着第三个金胡族美女手中的玉盘 道 此是一枚刀丸 内蕴含九九八十一口长刀 都是我金胡神庙在数万年以来 搜集的一些异族强者的刀 其中最强的一柄刀 乃是西年八荒刀黄黄浦端所持的八荒斩星刀 刀刃有破损 但灵性依旧 李牧心中一动 看得出来 金胡哨主这些薄礼 绝非不是临时拿出来 而是之前早就准备好的 投其所好 每一件礼物 都是自己最为需要的 金胡哨主又指着第四名金胡族美女说中的玉盘 道 此是一本刀谱 新年的八荒刀黄黄浦端身上搜出来的秘籍 品坚未知 但威力无穷 我金胡族因为体质所限 所以无法修炼这本刀谱 李兄女人足之身 确实在失和不过 第687章 金胡巨妖 刀谱 这个金胡哨主 还真的是将投其所好这四个字 做到了极致啊 刀谱 尤其是这种心和大势力拿出来的刀谱 必然都是真正的神话及刀法 对于李牧来说 绝对是有着吸引力 甚至要比之前四件宝贝 都更吸引他 李牧扭头看了看 剩下的两位金胡族美少女之中 第五个玉盘中 是一枚藤月金胡形状的牌子 造型古朴 而第六个玉盘中 则是一个类似于刀丸和甲丸的青色奇异金属丸子 要更大一些 足有小儿拳头一般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想来都是价值不菲 金胡少主笑者解释道 金胡令乃是我足克青之信物 有他 不管是谁 都可以调动我金胡族驻扎在各地的青甲修士卫队 而那枚青色粥丸 任主催动之后 可以化作一枚小形缩粥 单人即可操控 横度宇宙虚空 速度无双 李牧听了 心里凛然 这六件宝贝 都是足以令王者也动心的至宝 金胡少主竟然全部拿出来让自己选一件 真的是出手大方 这就是紫薇心欲真正的大土豪的手笔吗 有点奢侈啊 金胡少主道 李兄将碧眼从白羽皇朝带回来 便是我金胡族的恩人 所以这六件宝贝 连同这六位美人 从现在开始 就都是李兄你的了 一点薄力 还请笑纳 李牧看着那六个玉盘 有一丝丝的心动 但是很快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站起来 看向金胡少主 金胡少主 微笑着 李牧摇摇头 语气坚定 一次一句地道 我要见碧眼 现在 立刻 马上 金胡少主的脸色变了变 李一刀已经发现了 他在拖延时间 这个人 虽然来自于偏远荒籍之地 但并不好蒙蔽啊 李牧又道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安排 是什么意思 但是那个叫做敏臣子的人离开之后 已经有一盏茶时间了 我的忍耐 是有限的 最好不要做出一些让我生气的事情来 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觉得青胡族的强大可以吃定我 但我觉得 唯有一些东西 也是你不能掌握的 所以 我们双方都不要对赌 这些所谓的礼物 还是拿回去吧 我就闭眼 是因为他是我朋友 而不是为了图你这些所谓的礼物 金胡少主一正 玄机苦笑道 看来 李兄对我的成见 非常大啊 李牧起身 朝着大厅外走去 道 与成见无关 与事实有关 金胡少主无奈地摇摇头 跟上 道 哈哈 难得李兄如此有情有义 那就请随我去吧 见到了 你就会知道 碧眼姑娘真的很安全 在金胡少主的带路下 一路弯弯折折拐过好几个廊道之后 终于来到了主府之中一个私宅门口 就在里面了 金胡少主让站在门口两侧的甲氏开门 然后走进去 李牧紧随其后 私宅之中 是一个小型院落 假山池塘 流水驱伤 奇树异草 以其为高明的手段布置 错落有致 充满了自然韵律气息 极座精致的木屋楼阁 在院子中间 敏陈子站在木屋阁门口 看到金胡少主和李牧两人进来 面色惊讶 但他还是过来 行礼 道 少主 碧眼姑娘的状态 还不稳定 不过 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关了 是不是暂时再等待一点时间 最后这一句话 却是说给李牧听的 李牧根本不理会 大踏步的朝着木屋阁走去 纸步站在木屋阁门口的两个狐女甲氏 身手拦截 李牧往前一步踏出 两个狐女甲氏闷哼一声 面色苍白 各自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才站稳 两个女甲氏 只觉得这个银色无脸面具年轻人 身上传来的压力 当真是惊人 两人神色惊怒 各自身手握住了腰间的兵器 就要拔剑 助手 金胡少主开口 快步走过来 李兄 我知道你关心碧岩姑娘的安危 但此时正值关键时刻 若是你贸然闯入 打扰了碧岩姑娘的进化 让她走火入魔 功亏一篑的话 那反而是得不偿失 金胡少主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道 最多再有一个时辰 碧岩姑娘就可以出关了 但李牧根本看步都不看她 直接朝着木楼阁中走去 天眼已经看到了一些东西 她必须进去了 这 闽臣子看向金胡少主 金胡少主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 身为大足少主 本身又是百大兴区天交排行榜上 进入了前十的巅峰天交 她平日里的确是可以做到李贤下事 也可以对很多人都亲和随和 但这并不意味着 她就可以一直都这么客气这么谦让 她也是有自己的骄傲和脾气的 金胡少主就这样安静的看着李牧 李牧来到了木楼阁的门口 刚伸手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突然一道剑光 骤然乍现 迎着她的面门次来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里传出来 此路不通 李牧反手握住轮回刀 拔刀 一抹刀光 瞬间就将那剑光斩碎 她的身影再度朝着木楼阁大门里走去 放肆 那苍老声音在响起 蕴含着怒意 流淫泵玉一样的错乱剑光 从门后面再度爆发出来 很强的剑客 至少也是降级巅峰 李牧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怒意 右手手臂中的白骨支力催动 握着刀柄的右手 瞬间变成了白骨 一刀斩出 就将狂暴错乱的剑光风暴 直接连同门内的空间都被一剖开尾二 嗯 看到这一刀 青狐少主面色微微一惊 这时 李牧的身形 已经冲入到了木楼阁之中 退出去 找死 两个苍老的声音 几乎是同时响起 木楼阁之内 灯光昏暗 两道见光 与昏暗之中爆起 似是银蛇狂舞 左右夹击 呈现联合之势 朝着李牧夹击席卷而来 李牧心中一愣 竟然还有第二个王者 之前初见的那个苍老声音 乃是一个半步王级 李牧一开始看出来了 所以才会直接催动 白骨右臂的力量 但是他没想到 这幕楼阁之内 竟然还隐藏着 另一位半步王级 在见光炸起之前 他都没有感应到 这第二位王者的丝毫气息 而且这两大半步王级 相互配合极为娴熟 手中的见势有如水乳交融 狂勇的见光 瞬间就让李牧觉得 眼前景象一变 什么木阁楼啊 昏暗的灯光啊 统统都消失了 趋而代之的 则是一望无际的 飞沙大漠 遮天蔽日的烟尘 和一道道 宛如恶龙样的龙卷风柱 世界 大漠世界 这是王级强者的世界之力 李牧与东门吹雪一战的时候 就已经见过世界的力量 因此不会小觑 也有了对敌的经验 冷哼一声 催动白骨右臂的力量 轮回刀的刀柄位置 一抹银色的燕光流转 刀光闪烁 眼前的飞沙大漠景象 瞬间被斩得支离破碎 两道闷哼声响起 两个须发揭白的身影 就从木楼阁之中飞出去 啪啪两声 摔在地上 什么 亲胡少主脸上浮现震惊之色 两位长老 敏陈子第一时间冲过去 两个须发揭白的身影 身形一闪就站起来 是两个已经极为年长 头发胡须全部银白如雪的老人 那日亲胡少主来时 他们曾现身过 被委以重任 看守这个木阁楼院子 他们还要再冲进木阁楼 将李一刀逼出来 罢了 亲胡少主突然开口 两个亲胡长老惊讶地回头 亲胡少主道 由他去吧 也许不是坏事 敏陈子也惊讶地回头看向亲胡少主 但对于这位的决定 不管是他 还是两位长老 都不敢反对 木阁楼之中 李牧收刀 他随随铺开去 很快就确定 木阁楼里面 在无其他亲胡族的强者守候 人呢 李牧四下观望 并不见碧岩的影子 他来到楼梯跟前 顺着阶梯 走向二楼 三折楼梯的顶端 是一个青色的光门 李牧走进去 瞬间觉得眼前景象一变 一个碧绿色的奇异空间 出现在前方 空间结界 这在李牧的预料之中 而不在李牧预料之中的是 他没有看到小狐妖碧眼 看到的是 一头九尾的巨大青胡 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恐怖暴力之气 盘踞在这奇异空间的深处 体型宛如山巒 浓郁冲天的妖气流转 冲涩着整个空间 李牧瞳孔皱缩 他隐约中感应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这巨大的九尾青胡 就是小狐女碧眼 李牧一下子 明白青胡少主所说的话中一丝了 看起来小狐女好像是在修炼 突破某种桎梏 不过这九尾巨狐的本相之体 实在是太巨大了 充塞着整个结界空间的妖气 更是堪比王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狐女竟然有这种修为境界了 等等 不对 李牧天眼开启 扫过之后 就发现了一些奇异之处 在巨大九尾青胡的身体周围 隐藏着一条条肉眼无法看到的血色链条 只有天眼可窥视到 而再仔细看 每一根血色链条 其实都是神秘的赤红色古老神秘符纹衔接而成 密密麻麻 将九尾青胡缠绕着 令他无法挣扎 义无力挣脱 血脉锁链 李牧一下子就明白了 脚狐妖碧言竟然是在反祖 强行打破血脉桎 返回到先祖时代那种纯净血脉的程度 对于任何一个妖族来说 反祖都将是一步登天的巨大提升 只要迈过这一步 便可获得无上始祖的神通 第688张手臂变异 李牧若不是有天眼 也看不到这隐形的血脉锁链 那一条条蕴含着天道之力的血色符纹锁链 乃是碧眼体内的后天血脉和道泽 反祖是一种打破先天桎梏 逆向获取先祖血脉记忆 神通乃至于力量的行为 因此 他其实是不被天地所容的 犹如舞者提升修为境界 要杜绝的道理一样 这些先天后天的血色符纹锁链 将碧眼化为青色巨型狐妖的本体直接禁锢 就是要组织他突破反祖 获得青狐食属的力量 而碧眼则在奋力地挣扎着 巨大犹如小山巒一样青色狐妖本乡 流转着兄弟暴力的气息 宛如陷入陷阱中上古凶兽一样 疯狂的挣扎 浓郁的妖气澎湃浩瀚 似时暴风雨之下的汪洋汹涌 要淹没天地 他此时 已经陷入了一种极度混乱分疯狂的状态之中 并没有认出来李牧 青色的妖气 幻化为虎尾 朝着李牧绞杀过来 对于这个奇异空间里的一切生物 他都本能地存在着敌意 力量都快耗光了 这样下去 凡组会失败的 李牧施展金斗云 不断地变换位置 躲避着青色狐猬的疯狂攻击 一边用天眼观察 意识到闭眼的情况并不太妙 破绽之同 开 李牧也顾不得其他了 直接揭开了面具 千天宫运转到了极致 天眼也催动到了极致 维心之间的树眼猛然睁开 一道神光从树眼中爆射出来 落在了青色巨狐妖身上 犹如探照灯一样 穿透了皮毛血肉 不断地观察 也在观察那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血脉锁链 不断有血脉锁链被碧岩巨大腰体证断 但不断又有血脉锁链在生 金狐少主选择的这个碧绿色奇异空间 已经极大程度地将外界的天道法则隔绝 将碧岩繁祖的阻碍和压力降到了最低 但是很显然 碧岩血脉之中蕴含着的秘密 超过了青狐少主的想象 以至于繁祖的难度也数倍的增高 但如果不是在这个奇异空间里 只怕是碧岩的繁祖尝试 已经彻底失败了 失败的后果是什么 李牧不清楚 但只要想一想渡劫失败的后果 就令人不寒而栗 大概类似 以金斗云之术 急速闪避 躲避藤魔了许久 最后 破绽之铜终于窥破了层层妖气的阻碍 看到在巨大青狐妖本体之内 有一些宛如红日一般的光团 正是这些光团 在源源不断地分解迸发出血色浮纹锁链 将必言庞大的妖躯不断地捆覆 李牧大喜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若是消掉这些红日光点 就一定可以帮助碧炎正式反祖成功 但如何消除呢 李牧不断地游走 躲避碧炎无意识的袭击 他先后数次尝试 以刀意 先天弓 真武拳 都无济于事 为了避免重创碧炎 出手也不敢太发力 不行 这样下去 碧炎的精神耗尽 反祖就会彻底失败 李牧着急了 必须挺而走险了 他将轮回刀握在手中 催动了白骨右臂的力量 银色的光焰流转 将整个轮回刀都包裹 而李牧的右臂 也完全化作了银骨骷髅 然而 就在他准备挥刀 如做手术一样 将碧炎巨大腰体之内的红日光团 切取出来时候 意外的变化 突然出现了 白骨右臂之中 突然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李牧还未反应过来 就见这股力量 将碧炎腰体之上笼罩着的血色链条 直接摄取吸引了过来 在这种吸引之力下 那坚不可摧的血脉符纹锁链 此时不堪一击 顺时间化作了丝丝缕缕 像是气雾阴晕 朝着李牧的白骨右臂 如如燕归朝一样凝聚而来 这是 李牧大感意外 丝丝缕缕的红色阴晕 宛如雪线 附着在白骨右臂上 血色的发丝缠绕唠嗑 然后白骨上 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血脉符纹图案 宛如是雕刻大师 用血色吸笔直接描绘雕刻上去一样 金狐足的血脉符纹 凝聚在了李牧的白骨右臂上 这是什么样的变化 李牧心中惊疑不定 但容不得他细想 也容不得他做出其他的选择 因为这个过程 开始变得不受控制 白骨右臂就像是一头贪吃的猎狗 遇到了美味的血肉一样 主人如何呼唤控制 都无济于是 散发出来的吸引牵扯之力 越发的强大清晰 缭绕在碧眼腰体上的血脉符纹链条 开始分崩化解 这些密密麻麻的锁链 化作丝丝缕绿细线 就像被扯开线头的毛衣一样 不断地朝着李牧的白骨右臂上凝聚 不断地在白骨上 摇绘出轻糊足的血脉符印 密密麻麻麻层层叠叠地堆积在 李牧右掌的五根植骨上 到了最后 又掌五根植骨 已经被染成了刺眼的鲜红色 缭绕碧眼腰体上的血脉符纹锁链 已经被彻底吸收完毕 吼 金胡聚妖怒吼 拟有了血色符纹链条的束缚 它的力量 再度暴增 而它体内的数十个红日光团 也被白骨右臂的吸引牵扯之力作用 像是一个被不断地扯开的毛线团子一样 连连不绝地被抽离 从体内分离出来 烙印在了李牧的白骨右掌五指上 时间流逝 碧眼腰体区内的红日光团 逐渐黯淡 缩小 稀薄下去 一个时辰之后 所有的红日光团 彻底消失消敏 李牧的白骨右掌 已经烟红如雪 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图案 层层叠叠百万千万个的青狐族血脉浮印 堆叠在骨头上 没有留下任何的空白 吼吼吼 青狐巨腰腾跃而起 它的吼声之中 带着欢愉和兴奋 充塞整个奇异空间的青狐腰气 瞬间全部都没入到了它的体内 最终升华为一种全新的力量 原本缭绕在它身体周围的暴虐杀戮之气 也全部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语言难以形容的心灵之气 全新的符文符文光滑 有着神圣光辉 在天地之间流转着 青狐巨腰的身形中涌出青色的光滑 将它巨大的身形包裹 成了 李牧松了一口气 他第一时间 戴上了自己的五脸面具 当他再度试图控制白骨右臂的力量时 一切恢复正常 白骨之力很快就沉睡下去 李牧的手臂也恢复了原来有血有肉的样子 就连那被青狐足血色浮印完全覆盖了的手掌五指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此时青色光团散去 碧岩的胶躯在破开清光 走了出来 公子 是你 救了我 你还活着 呜呜 太好了 碧岩那充满了无限风情的美丽眼睛里 一连串晶莹的泪珠儿滚落下来 他浑身上下 不着寸履 躯体完美的像是造物主的最佳作品 在阴线心躯天狐狭心的时候 那个现身的夜晚 李牧也见到过碧岩的裸 但和现在相比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凡祖成功 获取了青狐十祖之力的缘故 此时的碧岩 身形完美到了极致 美艳不可芳物 浑身上下 每一寸部位 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光辉 有着绝世的风情和魅惑 如果说之前的碧岩 是一个容貌娇丽清纯可爱的少女的话 那眼前的碧岩 彻底变成了一个风华绝代 魅惑如神的神女 李牧第一瞬间 就看呆了 明明人还是那个人 气息没有变 样貌也没有变 但给人的感觉 完全变了 风华绝代 魅力无穷 他看着李牧 毫无介意的赤裸着身躯 眼睛里涌出泪花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李牧 到最后 变成了奔跑 冲向李牧的怀里 李牧的心脏狂跳 碧岩此时的魅力 那种无边的魅惑 令李牧也几乎招架不住 他连忙取出一件白色长袍 给他披上 啊 公子 我 碧岩这时才反映过来自己是全身赤裸的 他连忙裹紧了身上的长袍 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红韵 然而这一连串的自然反应 却更是平添了一种足以令得修行数十万年的道高僧也瞬间为之融化的魅惑气息 李牧不得不强行催动先天功 来强行克制自己心中的以念 怎么回事 难道清胡族的反族 就是增添这种致命的女性魅力吗 这或许是清胡族的天赋本能之一 李牧有些明白了 正说话之间 突然两人所在的奇异青色空间 开始动摇 天穷裂开 大地军裂 开始变得分崩离析起来 先出去再说 李牧下意识地牵着碧岩的手 光门方向顿去 穿越光门 就来到了木楼阁的二楼楼梯口 身后的光门消失 二楼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小空间而已 一枚碎裂了的青色狐牙 掉在地板上 刚才那个奇异的青色空间 相比就是这个青色狐牙演化而来 必是一件秘宝 不过能量耗尽破碎消散了 碧岩此时已经在体表 幻化出来一层青衣纱裙 飘飘如仙 青唇中带着魅惑 美丽到了极致 青狐少主等人 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冲了进来 持祖亲牙碎了 青狐少主的脸上 有着罕见的焦急之色 但看到李牧和碧岩之后 他突然就说不出来话了 尤其是他的目光 落在碧岩的身上 越看 眼睛越亮 成了 他看着碧岩 表情忐忑之中带着巨大的兴奋 和传说之中一模一样 果然是神妙选定的选脉之体 哈哈 真的成了 我青狐族又出一位凡祖天才 哈哈 果然是十足保佑 第689章 撕破脸 那两名王级出街的青狐长老 也无比的兴奋 哈哈 天主我也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哈哈 真的是天主我也 哈哈 哈哈 一位新的青狐圣女出现 青狐少主显得非常的兴奋 近乎于难以自控 他很少这么失态过 李牧看着他 没有说话 青狐少主在这一瞬间短暂的表现出来的疯狂 让李牧觉得 事情并不像是这个人一开始所说的那么简单 哈哈 这是天意 青狐少主无比激动 他死死地盯着闭眼 仿佛是在用最挑剔的目光 观察一件刚出炉的艺术品一样 越看越是兴奋 到完美无瑕 真正的凡祖 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这种气息 纯净无垢 和祖书之中的记载 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李兄 你可真的是我青狐族的福星啊 多谢了 多谢了 李牧安静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正女 恭喜你大功告成 请随我们前往青狐神庙 拜夜我族狐神吧 一位白发白须的青狐长老冷静下来 上前对碧言道 碧言怯怯地看了李牧一眼 然后站在了李牧的身后 摇摇头 正女 不可一期用事 你有今日 乃是狐神庇佑 也耗费了青狐神庙的资源 怎可不知感恩 另一位白须白发的青狐长老也往前一步 盯着碧言 语气开始变得声音了起来 碧言依旧站在李牧的身后 你 那位青狐长老的神色 有些不善 上前就要强行带走碧言 李牧皱了皱眉 右手微微一抬 这位青狐长老看到李牧这个表情 身形一僵 心中无端地涌起一丝寒意 立刻就后退了一步 另一位青狐长老也是心中一颤 一副如林大敌的架势 之前在木阁楼之中 他们二人联手 本以为必胜 谁知道却被李牧一刀斩出木楼阁 差距巨大 因此心中极为忌惮 对于李牧 绝对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李牧当然没有出手 他在想另外一件事情 按理来说 小狐女碧言成功反祖之后 掌握了青狐始祖的力量 成为那个什么神妙的圣女 身份地位绝地是不同反响 亦非冲天 整个青狐族都应该对碧言毕恭毕敬才是 但这两个白须青狐长老 对避言说话 竟是如此的不客气不尊敬 有点不太对啊 青狐少主笑了笑 制止了两个长老的进一步行动 道 圣女 你才刚刚反祖 体质不稳 血脉浮动 需要前往青狐神庙中 接受香火萃体 才能真正发挥出始祖的力量 姿势体大 不可一期用事啊 我不要去神庙 我要留在公子的身边 碧言站在李牧的身后 像是躲着一样 语气很坚定 这 恐怕又不得你了 青狐少主摇摇头 李牧也不再说话 心中记忆已定 直接牵着碧言的手 就朝着院落外走去 青狐少主的身形一动 拦在了大门口 微微一笑 语气淡然地道 李公子 你这是做什么 不要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啊 李牧道 让开 李公子 望你三思而行 青狐少主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 李牧反手握住了左肩的轮回刀刀柄 道 我不想太多废话 最后说一次 闪开 他此时 已经隐约猜出来 事情绝对不像是青狐少主说的那么简单 只怕碧言不简单是什么凡族以及觉醒始祖 这个所谓的圣女 在青狐神庙之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地位 不会如字面上这样简单 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的话 那就是碧言留在青狐主府 有危险 碧言想要离开 那李牧就要带他离开 至少不能这么简单 就将这个女子交给青狐少主 不管是因为他与碧言之间的情谊 还是因为灵狐神意的那一夜的交代 至少 李牧还收了人家一侧刀谱呢 青狐少主脸上的表情 变得巨傲了起来 李一刀 你将碧言带回狐神之去 为他点破凡族关爱 这些都是与我族有恩之事 所以我才对你李带有加 但你若是不知好歹 执意要带走碧言 那便是与我青狐族为敌了 为敌又怎么样 李牧的无脸面孔上 看不到任何的表情 声音也冷静得像是一块冰 青狐少主笑了笑 那我只能说 所谓的巅峰天骄 在我青狐族面前 不过是一缕烟灰而已 不值一提 李牧的声音中 也带着一丝笑意 是吗 那就让我手中的刀 来说话吧 他也不愿意再废话什么 牵着碧言冰凉的小手 大踏步地朝着院落大门走去 纸布 两个青狐族长老出手阻拦 他们浑身浮现出青色的神甲 面目都掩盖在盔甲之中 各自手中一柄亲临长剑 浑身气息泥漫开来 青光符纹组成了玄之又玄的图案 在周身浮动 笔之在木楼阁之中的交手时 这两大青狐长老不用再担心交手的能量波动震碎了 木楼阁从而影响到碧言的反阻过程 因此爆发出来的气势波动 笔之前强横了数倍 也暴露出来了为他们对于李牧的忌惮 李牧什么话也不说 拔刀 一刀斩出 他的右臂瞬间变成了金银白骨 唯有手掌直骨 红芒闪烁 轮回刀上弥漫着银色的光焰 正是白骨之力催动了刀身之中的银山其实的力量 扑 两大青狐长老 直接被这一刀劈飞 青色的身形 吐血撞开了院墙 倒在了雪坡里 生死不知 青狐少主瞳孔微缩 李一刀的实力 比他之前的评价 还要更高出几分 而此时 李牧的第二刀已经出手 刀锋所指 正是青狐少主 李牧急于突围 出手不会有丝毫的留情 白骨之力和轮回刀之力 更是毫无保留 催动到了极致 一瞬间 青狐少主只觉得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危险感觉 将他笼罩 青狐之灵 现 青狐少主双手浑圆一撑 一个青色的球形光照幻现出来 将他笼罩在了其中 轰 他直接被轰飞 青狐之灵圆照在半空之中 碎裂开来一道道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李牧带着碧眼 身形画红 如一道流光 直接朝着青狐主府外面飞顿 他的心中 已经在盘算 如何从狐神之具和天狐族母心上逃出去了 和青狐族交悟 想要再参加天骄战和白狐族的比武招亲 显得不太可能 但为了碧眼 却是顾不得这么多了 李牧已经从青狐少主的姿态之中 察觉到 碧眼若是继续留在这里 绝对会有危险 至于小狐狸打几 李牧只能先将碧眼带出去 然后再想办法前回狐神之具了 拦下他 青狐少主有点狼狈 在半空中大吼 锦钟声 在青狐主府中响了起来 刺念八方一道道身形 朝着李牧两人围攻而来 当我折死 李牧杀意爆发 触手不再有丝毫的保留 轮回刀一刀一刀劈出 将周围所有围过来的青狐族高手强者 全部都劈飞 碧眼的小手 被李牧握着 他觉得一股且所未有的温暖 从那双大手中 传到了自己的全身 传到了自己的心灵 传到了自己的灵魂 遇到他之前 他的生命平淡无奇 宛如重矣 而遇到了他之后 他看到了惊涛骇浪 亦感知了人世温暖 从遇见到爱上 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则是第一眼就注定了的命运 当他如此意志坚定来参加小公主打几的比武招亲的时候 他也曾心痛 但如卑微的萤火 只能仰望浩月的光滑 他又如何 能够将自己的心思 表达出来 而现在 看着他 为了保护自己 不惜与整个青狐族为敌 碧眼觉得 自己的生命 在这一瞬间 变得如此的完美无缺 即便是凡祖成功 也不如他这样握着自己的手 碧眼紧紧地跟在李牧的身后 即充实李牧的头发 掠过他的脸颊 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 他明媚无双的眸子 痴痴地看着李牧 空 恐怖的能量波动爆裂开来 李牧疯狂前冲的身影 被阻挡 震得倒飞 前方 烟尘散去 密密麻麻的青狐族高手强者 宛如汪洋 出现在视野之中 阻挡了去实路 一个身穿轻袍的英俊中年人 站在队伍的最面前 他缓缓地收回手掌 躯空之中 一个巨大的青狐爪印消散开来 李牧手中握着轮回刀 刀身物自高瓶震颤不休 他的脸上 浮现出惊疑不定之色 对面这个青袍中年人 实力可怕 竟然挡住了自己白骨之力加持的轮回刀一刀 这是什么人 李牧意识到 真正的危机 到来了 父王 青狐少主身形闪烁 出现在了青袍中年人的身边 恭敬地行礼 原来是青狐族长 怪不得 李牧手握轮回刀 白骨之力再度催动 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战役 同时破绽之童也催动到了极限 想要窥视青狐族长的功法和修为之中的破绽 只要能够击败此人 那今日逃出的最后一关 就算是破了 然而 看不透 李牧吃了一惊 破绽之童竟是无法窥探到这位青狐族长体外的护身立场 第690章 谢谢你 公子 李牧心中吃惊 这还是他自从修成破绽之童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青狐族长的修为实力 实在是太高了吗 麻烦大了 李牧凝智在虚空之中 反手握刀 脑海中念头不断地闪烁 思考着离开的办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青狐族长看向自己的儿子 简然他并不知道青狐少主做的事情 青狐少主低着头 面带一丝敬畏之色 上前 躬身行李道 父王 此人便是百大新驱天骄排行榜上新进的巅峰天骄李一道 我邀请他来主府做客 谁知道 此人竟然见色起义 要抢走我收养的一名婢女 嗯 青狐族长的目光 落在李牧的身上 李牧顿觉得是两道神剑 要将自己刺穿一样 这青狐族长的实力 强得有些可怕 到现在 李牧还没有看清楚此人的真正修为境界 李一道 好 不愧十一日百展 天骄榜上强势冲入前二十的阴节 呵呵 能够在我青狐主府中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后生可畏啊 青狐族长看着李牧 颇为欣赏的样子 点头道 一个侍女而已 要救给她吗 不过 你说的事情 只怕不是侍女这么简单吧 她看向了青狐少主 青狐少主心中一声叹息 知道这件事情 瞒不了了 于是只好越发恭敬的样子 低声将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青狐族长听完 面色微微一变 看向了站在李牧的身后的碧眼 如之前青狐少主一样 她越看碧眼 眼睛越亮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青狐族长笑了笑 然后对李牧道 小兄弟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女子 对于我青狐族的意义 这样吧 之前的事情 我不与你追究 你只要将这女子交出来 其他事情 一律接过 以后你依旧是我青狐族的贵客 如何 父王 这 青狐少主还想要说什么 青狐族长直接白手打断 她看向李牧 等待着李牧的回答 李牧对于青狐族长的这个提议 没有任何的兴趣 青狐少主将碧眼的事情隐瞒 甚至刚才第一次回答青狐族长的问话时 都敢撒谎 这说明 碧眼对于她非常重要 对于青狐族长来说 只怕是也有吸引力 所以她才担心 事情说出之后 青狐族长会将碧眼抢走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碧眼落入青狐族之手 都会很危险 李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将手中的轮回刀 握得更紧了 破绽之同意在巅峰运转 不断地扫视 观察 正面敌不过青狐族长 那就要采取其他办法 不一定非要硬杀过去 呵呵 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青狐族长笑了笑 她接着又道 我置你携诸仙台上的百胜之事 心中战意爆棚 五道信念意在最巅峰之时 但你也要知道 出声牛犊不怕虎也 仅仅只是不怕而已 而最后的下场 逃不过被老虎吃掉 很多时候 只有信念和意志 并不能改变什么 李牧不说话 尖天弓催动到了极致 隐隐有突破之兆 连心的疼痛辐射开来 扩散到了整个头颅 这是破绽之铜强行 催动到了极致导致的后果 简直如同要炸开了一样 隐隐约约之中 可以看到 一层无形的涟漪 弥漫在青狐族长的身体周围 正是这一层奇异的涟漪 挡住了破绽之铜的窥视 李牧在努力地尝试 透过这一层涟漪 看到青狐族长的本体 如烟似物曲折因晕浮动 认李牧如何催动 看得并不算是真切 唉 可惜了 一个天才的夭折 终究是令人遗憾啊 青狐族长看李牧这一副姿态 就知道已无化解的可能 叹了一口气 右手缓缓地抬起来 摇摇对着李牧这一方虚空 轻轻一握 顿时天地云气流转 法则汹涌 李牧只觉得难以形容的可怕威压 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 同时 他发现自己体内的真气力量 亦是被压制一样 竟是丝毫不能调动 一瞬间他的身形骨骼 发出啪啪的轻响声 像是承受了巨大压力的 污良一样变形 此亡的阴影一瞬间笼罩 这已经不是王者世界的力量 所能媲美 宏大的宇宙天地意志 作用在了李牧的身上 一种凌驾于王者世界之上的恐怖力量 若不是自己肉身强度无与伦比的话 只是这一瞬 怕是已经被挤压成为了一团肉酱 金湖族长的修为 远超想象 绝对还在王者境界之上 一瞬间 李牧就明白了这一点 他扭头看了一眼碧眼 还好 碧眼并未受到影响 简然是金湖族长对于力量的掌握 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 摇摇一抓而已 就足以瞬间秒杀一人 而对另一人则是毫发无伤 李牧觉得周围的天地空间 宛如天烈山崩 疯狂挤压而来 他的身体渐渐难以承受 开始变形 拔刀 出刀 白骨右臂的力量 轮回刀的力量 同时迸发 周围的天地压力 骤然为之一轻 就在李牧瞬间想要施展金斗云之术 带着碧眼顿出杀鸡范围的时候 周围的天地压力瞬间重新回来 一下子宛如定身术一样 将它又定在了原地 真是让我意外 你的刀 竟然有这样的威力 只怕是白打天骄牌行榜之中 除了最巅峰的那一两位 只怕无人是你的对手 小小的阴心心躯 竟然养出来你这样一条神龙 青狐族长看着李牧 欣赏知色月浓 真是奇怪啊 就在刚才 我在你的身上 感受到了我青狐族的气息 只怕是你体内 还有一丝丝我青狐族的血脉呢 这样吧 我还愿意最后问你一次 我不杀你 你拜入我青狐族如何 我会带你如亲生子女 味高权重 如何 这话一出 周围其他青狐族的高手强者 包括青狐少主的面色 瞬间都变了 父王 青狐少主惊讶出声 这个人 体内怎么会有我青狐族的血脉 但青狐族长并未回答他 而是极为期待地看着李牧 一丝青狐血脉 李牧自己听了也觉得意外 他身不能动 脑中却是瞬间闪过无数念头 你们要如何安置闭言 李牧开口 青狐族长摇摇头 道 这是我族中的秘密 暂时不能告诉你 这个丫头 本就是我青狐族的一员 体内流淌着我青狐族的血脉 哪怕是为我族做出牺牲 一时理所应当 果然 李牧听了 立刻就知道 碧炎如果落在青狐族的手中 绝对会非常危险 青狐族似乎是要牺牲碧炎 来达成某件事情 所以这才是青狐少主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让碧炎觉醒青狐十足血脉的原因吗 李牧摇摇头 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想要动碧炎 就问过我手中的刀 他准备动用最后一张笔牌了 金狐族长脸上浮现出一丝失望之色 道 冥顽不灵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说着 他微微探出的右手五指 开始握紧 李牧顿觉得身体周围天地之力挤压过来 难以抵挡 体内骨骼发出哀鸣 似是要被几岁一样 看来只能用那最后一个办法了 李牧新做出决定 就要施展 这时 一直站在他身后的小狐妖碧眼 往前走了一步 挡在了李牧的身前 到此为止吧 他道 话音落下 周围澎湃挤压而来的天地之力 似是风中烟灰 骤然不可思议地消散 李牧猛然觉得 身形一轻 身体重新恢复了控制 体内的力量 也瞬间完全可以操控自如 他惊讶地看向碧眼 金狐族长的脸上 也露出了震惊之色 你 他看着碧眼 无法理解 为何这小狐女 竟然可以破解自己的极道意志 碧眼没有理会其他任何人 他转身看着李牧 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美丽微笑 谢谢你 公子 他看着李牧 眸子里的光彩 宛如这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 李牧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意识到 碧眼身上发生的变化 可能是远超自己的想象 也远超亲胡组长父子的想象 谢谢你 哪怕是拼掉性命 也要带我走 碧眼轻轻地拥抱李牧 眼里再度有泪水流淌 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 是公子你让此一次我感受到了被珍惜和被呵护的感觉 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 他的身体里散发出青涩的鲜灰 这鲜灰扩散出去 流转弥漫在天地之间 青狐组长 青狐少主 以及青狐组所有的高手强者 顿时身体不受控制地跪在了虚空之中 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 就如同低等生命 遇到了血脉之中注定了的王一样 是一种来自骨髓 发自灵魂的沉浮和膜拜 为什么会这样 青狐组长震惊无比 他扭头看向青狐少主 怒道 你到底 让他觉醒了什么样的始祖血脉 你这和蠢货 到底做了什么 青狐少主也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道 就是傀儡始祖血脉 只是 只是 这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 不对 不应该啊 我还在他的体内 埋了傀儡咒呢